陪你来读苏东坡 您好,我是依若芬 今天要为你读的是四雀苏东坡在密州田的词 密州就是现在山东的诸城 公元1074年11月到1076年 苏东坡担任密州之州 先前他在杭州通畔任上开始填词 密州的北方风土和习俗 给予他雄强粗犷的生活体验 我们今天读的第一阙词 就是他著名的豪放词作 江城子密州出列 老夫辽发少年狂 左千黄右秦苍 锦帽雕囚千计卷平纲 卫报清城随太守 青社虎看孙郎 就憨凯党上开张 并微霜又何妨 迟街云中何日浅逢堂 慧晚雕宫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 第二阙词 也是同样的词牌 江城子 写的是苏东坡 梦见他的第一任妻子王福 这时王福已经去世十年了 江城子 一茂真月二十日夜祭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良 自难亡 千里孤坟 无处化凄凉 纵使相逢 阴不实 尘满面 病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宣窗 震梳妆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 断长处 明月夜 短松刚 第三阙词 望江南 超然台上坐 春未老 风细柳霞霞 世上超然台上看 半毫春水 一成花 烟雨暗千家 寒时后 酒醒雀字节 修队故人司故国 且将心火试心茶 失酒 趁年华 第四阙词 水调歌头 秉承中秋 欢迎达旦 大醉 做此片 奸怀 紫游 明月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尘风归去 唯恐穷涌楼欲雨 高处不声寒 其舞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转诸葛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时缘 人又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我是依若芬 陪你来读 苏东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